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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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然后你记不记得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段舞蹈 对 他把你转过来 把我整个人车轮翻的转的倒立这样转过来 好可怕 然后脚还要劈腿打开 裙子耶 真的跟啦啦队一样的那一个 对啊 很好笑啊 那里面有一个小酷酷嘛 对对对 有有有有 就很好玩 那时候是第一次合作 是 后来就proof嘛 嗯 那时候就被那个 念玲 啊 惊艳到 真的假的 真的还 当然是真的啊 你不要是因为上我们的音乐时光 就一定要这样讲 我就想说 哇靠 吹长蝶一定都要这么漂亮吗 哦 这样喔 我以为你被我的音乐惊艳到 有啦有啦 你干嘛这样 被我的人惊艳到我已经觉得太平常了 也是 我刚刚在那边画蛇天竹了 没有啦 我们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合作 嗯 后来就一直 每一年 几乎每一年的 嗯 差不多都 世界剧场就都有 是 是 所以我也看姚老师演了好多不同的 角色 对 所以每一个角色的 在定位的时候 就是我其实蛮好奇就是 你刚拿到角色 嗯 你都会先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没有准备啊 就是读本啊 就是完全就是先以 那个 以观众的角度来 客观的看剧本 对 先看剧本 嗯 然后你一定就会知道 你喜不喜欢这个角色 那 说实在的 不管喜欢或是不喜欢 嗯 因为你要演这个角色 你要接演这个角色 你最终一定要爱上这个角色才行 你如果不喜欢这个角色 你很难去以那一个人的立场 对 来说那些话 来做那些事 来做那些决定 嗯 嗯 好像也都是这样 是齁 所有的创作都是如此 是吧 对 如果你为一出戏 对不对 我也都是尽量的去爱上 爱上那 因为有时候其实有一些作品还蛮难爱上 是是是是 明白明白 非常明白 对 可是 嗯 总要用一些幻想能力 要不好像 对 没有办法做出让人家感动 或替这个戏加分的事情 没错 没错 要不然你永远都是 以第三者来演第一人称 对 那很可怕 对 所以我其实那天有跟你 旁观者的角度来演第一人称 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欸 旁观者的角度来演第一人称 所以你真的就是站在旁边在那边隔靴搔痒吧 嗯 嗯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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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或外面的包裝 那有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片已經這樣了 這個戲已經這樣了 當然我做戲都是很好的 因為我只有幫綠光劇團 謝謝 所以所有戲都是非常好的 寄人離下 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個片已經是這樣 那我到底要是去跟著他的風格 一起那樣子下去 還是說我給他提升一些什麼東西 讓他可以更美好一點 好像應該要在大架構上 follow他們 但是在角色的精髓上 必須要加分 我覺得以我的立場來說 因為你不可能改台詞 你不可能改場景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讓這個角色跟其他人 更有連結 而不是一個芭樂的廢角色 對 這個講起來又很有趣 因為像我們做音樂 我就一個人做 我是主導 然後我也可以一個人把完成 可是你要跟別人互動 那怎麼辦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要求 別人給你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常常 因為我在學校上課嘛 那學生就會常常問我說 老師可是這個角色 真的就是一個邊緣人 他根本連 就是說完全 就是在旁邊搭槍這樣 嗯 我就說那沒辦法 你還是得想辦法 讓你自己被看到 怎麼樣被看到呢 我講過幾個比較賤的行為 嗯 但是我覺得這是可取的賤 就是你必須 可取的賤 你必須 尤其這個主戲是在哪裡 當然一定是主角 那這一段戲的主戲 可能就是發生在 呃 這個主角可能在跟他的媽媽吵架 然後你旁邊站著 然後都一言不語這樣 嗯 但是他們說什麼 你一定要有反應 對 這他們所說的話 都能 都會影響到你 你才能跟主戲做連結 否則你真的就是 滾一邊去吧 真的就會變這樣 對 嗯 我有一次那時候 好像是人間條件 還是清明時節 清明時節 嗯 那時候美秀姐 林美秀 嗯 他就有 嗯 教一段戲 是 他本來也沒有要教 那就是 嗯 呃 我們其他的有一些演員 嗯 就是不是說 常常在演戲就來 就要來客串 就要演說 到美秀家告訴他說 他老公出車禍 對 那那個演員 一直都抓不到那一段 是是是 一直抓不到感覺 就一直不夠投入 對 那有一天 我剛好在旁邊 美秀姐就大概 就講了幾句 他說 你就想一下 你為什麼來 嗯 你來的時候是誰告訴你 對 發生什麼事 對 是警察吧 對 警察講完 你是不是就很急著跑來 嗯 還是說你有中間有怎麼做一下 什麼樣子的準備 還是怎麼樣 雖然你都沒有台詞 對 可是你要想像 並且你應該是在你沒有上台之前 你就必須要跟這個主席做連結 對 並且你只要你有出現的狀態 你都必須要知道 你已經聽到了什麼事 什麼事情 對 就像你剛剛說的那個車禍 那個是他聽到的 他從 從他出發的一個事情 對 對 你是要全部的 當然這個也是訓練來的 當然我又不是說 一剛開始學戲劇就開始當主角 我也是從配角開始 對 然後也在旁邊當陪襯 嗯 滿久的 因為在美國的前幾年 嗯 就 所以其實 你 我就還滿注意到 滿仔細的有study過這樣子的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讓我自己跟戲有連結 嗯 哦 果然這招是對的 因為 後來就 演主角 哈哈 哎 這個真的很好玩 我有時候真的不曉得這件事情 哦 等一下 我要插一下嘴 嗯 並且 你不是只有這樣 你還要對 跟 其他的所有的元素都要連結 嗯 燈光的連結 音樂的連結 對 舞台連結 而且你還要想走位 對 而且還有一些道具擺出來 把它擺回去 當然我不是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 哦 我一聽到音樂 突然有個 嗯 嗯 什麼就是 突然 這個有點那個 某一些 台的那些 對 連續 也很久連續 然後就轉頭 這樣子 對 然後就 對 不是 不是那個意思 而是 那個連結是 真的都是在心裡的 腦袋裡的 嗯 嗯 然後你自然會內化 然後就會在角色上 呈現 所以說其實很多演員 演到後來會有點 毀不來 精神分裂 我不會 我覺得你也不會 就是 我當然也認識很多演員嘛 嗯 那有很多種類型 我那天也跟你講過 嗯嗯嗯嗯 就是有一些 就是你不是一個誇張的 誇張型的 就是你平常的人的樣子 哦平常 嗯 就是滿正常的 滿正常的 好謝謝 謝謝 就是 有一些人 就我就放心了 有一些人 就是他 他是演員 他在台上是這樣 他下來一樣是很誇張 然後 嗯 然後什麼表情啊 動作都很大 嗯 然後一直搞笑之類的 嗯 我覺得我還滿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在學校的時候 我覺得遇到一個 好的老師在這個 在這裡我要 跟大家致謝 就是他們有提醒到我們 就是他的學生 就是我們在研究所的時候 他說 呃 請問你這一生都要演幾個角色 如果你在這個角色裡頭 你就瘋了 回不來了 然後呢 嗯 你要一輩子演這個人嗎 我覺得這一句話 其實對我影響也還滿大的 除了這個是對自己 專業上的負責以外 嗯 因為你不能去影響到下一個角色嘛 對啊 也是對你自己的人生負責 沒錯 我 這件事情 我也有 雖然我也是一個 呃 某一件事 某一些事情 會有嚴重的罩門 然後會回不來 會沉浸在那個氛圍 嗯 不管是憤怒或是悲傷 也常常會回不來 但是 呃我就會去想說 對 請問你要 我在這個人生當中 嗯 我要為這件事情困擾多久 嗯 嗯 好 這值得大家深思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